全球最大奢侈品集团LVMH旗下的LV 计划撤出韩国市内免税店市场 据韩国首尔经济早前报道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后 顾客来店消费减少 免税店过度依赖代购 LV认为这将对品牌形象产生负面影响 并且与集团制定的高端市场经营策略相悖 故决定关店 据悉 该品牌在乐天免税店几周分店的卖场已于1月1日关闭 业界人士称 路易威登计划在2022年10月之前 关闭在韩国免税店内的所有分店 随着路易威登退出 今后将有更多奢侈品牌离开韩国免税店市场